大家早上好,希望大家都安好,今天录制这个影片呢,首先主要是分享我的,就是说我之前预测的回顾 我看到很多人分享说印度小孩他们预测的是什么东西,比方讲瘟疫啊,然后又有其他的分享了什么东西 今天我也要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在2017年,如果你看这期,2019年,对不起 7月21日,有没有注意到,7月21日 OK,当时我也是在Facebook分享了我的一些预测 如果大家去看11日,有没有瘟疫这个字 其实为什么会收到,当时我会去收到信息是瘟疫呢,就是说 可能就是他给的病症,就是说很难治疗的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古时候呢,对很多不能治疗的病,他们都称为瘟疫 然后就是那个病呢,狂大的传染,都称为瘟疫 但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以前有一般同学,我们都爱早上上课 你看到Brahma Muttana的时间,其实就是说,早上4点多到6点多的时间,这段时间 我们都会起来瘟疫,做做运动啊,然后过后我们就播放心经来冥想 然后当时所预测,然后当时所预测到的,就是将会发生瘟疫 然后当然,如果你在看,就是食物短切 就是这当时,我自己就是在冥想的时候,接收到的信息 然后当然,这个瘟疫呢,就是过后真的发生了,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武汉肺炎呢,就是COVID-19呢,就是在2020年1月就开始发生了 但是,我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是2019年7月21日 然后当时呢,就是他叫我们每天抄心经,这个样子啦 然后,观世音菩萨当时给的信息就是,叫我积极地帮助大家 提高这个,提高大家的频率 减低大家的伤害,就是如何呢 就是当时他是希望我可以呼应更多的人进来课堂 一起送经文,送信经,然后一起提高大家的频率 因为,就是当时他给的信息就是说 通过信经可以减低那个,怎样讲呢 那些杀伤力,这个样子啦 当然,他还有给其他的信息,对不对 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他讲直升机爆炸,这个第六条 直升机爆炸,这个还有更深入的,他的又看到的一员哦 就是说我本身又在看到的一员哦 来,我现在先转机另外一个page 另外一个page呢,不是我当时预测呢 就是说,将会有位巨星或者名人 名字里面有梅或者八字的 将会,将会,将会死亡 然后,这个是当时在2019年11月13号收到的信息 但是因为当时我要出国,我就把这个信息迟了发出来 大约是在,其实呢,我也忘了大概几时我发这个信息出来 过后呢,就有同学发给我知道 就是说,COVID,他自身机事事发生死亡 这个就是,当时我其中一个预言发生了 就是COVID,因为自身机事事事死亡了 这个就是跟之前说说,将会有名人死亡 然后当时其实我,因为不是一个篮球迷 所以我根本不晓得COVID这个人 不好意思哦,要圆满 就说,可能你是COVID的球迷的话 我要跟你圆满 因为我真的是没有追星这种事 所以也不晓得COVID是谁 然后也不晓得他的名字有一个小名字 有一个八字的 因为这个过后呢,是一个同修 他告诉我,老师,你所看到的事情发生了 然后过后呢,他就在那边留言 然后过后才知道COVID发生事故了 然后我们再回来,你看 当时甚至看到呢,我们将会事物发生短切 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 现在事物发生短切这件事情 真的发生了,对不对 然后经济风暴 对不对 然后其实你会发现到我这边写西班牙 葡萄牙,巴黎,法国,美国,英国 点点点点点 就是说当时是他给的信息太多了 他告诉我很多很多国家的名字 所以我就感觉到 就是说当时呢,就是写不完那个信息 就是说涵盖的国家太多了 甚至呢,有银行会倒闭 然后示威的国家也是有美国啊 欧洲啊,香港啊,印度啊 还有一个韩国啊 点点点点点 就是说 将会有很多的国家也包含在里面 关于这件事情 好的,你等一下 大家可以看 在2019年11月23日呢 当时呢 你看那个第三条吧 当时的信息就是 世界进入那个紧急状况 对不对,情况 然后第五呢 暴动有时许多国家会发生暴动 现在我们看到了真的 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 现在已经是午夜了 然后经历了这么多个夜 我们都看到很多国家 不断地宣布自己进入那个紧急状态 然后也有很多国家 他们开始把自己的国家 lock down 甚至在 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有一些人出来反抗 就是说 不支持国家的这种举动 然后那个小孩呢 他甚至一言说 将会有 更严重的疫情 将会发生在这个年尾 这个信息 他说是12月20号 他收到将会有 更严重的 那个 更严重的那个 疫情将会出现 其实当时我也是收到这个信息 这个信息在 我收到的是在11月中过后 将会发生 今年年尾11月中过后呢 将会有 新的疫情 然后你会发现到呢 这边 我在3月21号的时候 也收到信息 就是说 我开大给大家看 你 就是说 这边收到的信息 就是说 会估计 就是说 看到一些新的细菌出现 会估计我们的肠胃 我们的五脏六腑 我们开始会有点皮肤痒 很像出现红疹 然后出现类似败血症 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们现在 看看回现在的 小孩子呢 很多他们都 开始感染上 那个五患肺炎的 另外一个症状呢 和这个症状是一样的 当然当天也有给说 大家要避免吃那 沼泽地 田地的生物呢 贝壳类呀 胰壳呀 硬壳呀 他们身上有一些 不知名的细菌 当时我 冥想的时候 看到那细菌了 然后呢 我们再去另外一个 page看 过后呢 我们就看到 在 这个是 也不晓得几时 就是大概 4月30号吧 中国报 就刊登了说 有蛇柱 木彩虹 病毒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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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高传染性的病毒 不仅杀死虾 还会杀死龙虾 螃蟹等 这种东西 但是 暂时 他们还不晓得 这个会不会传染人 这个病毒 大家来看看 这一条信息呢 是在 4月3日 收到的 就是 当时的信息呢 就是说 年尾将会出现新的病毒 然后这个病毒呢 就是 将会攻击人的 血液的 所以 然后过后呢 叫我们多 在 当天的网课呢 就是 收到信息 叫我们多 诵经 信经和大杯酒 所以再回来 看看我们 第五天 就是说 2019年 7月13日 所收到的信息 你也可以 请我的 恩随多 或者是 菩提 观 爱禅 这个page 去看 我的信息 我当时 如果我 收到任何信息 我就会 发出来 给大家 当时 你看 第五天 我收到信息 就说 美国出的地震 将会 发生火灾 风暴 所以我们知道 去年呢 7月多 就开始了 美国 就发生火灾 而且 这场火灾 是烧了 蛮严重 除了California那边 北美洲 在燃烧 然后那个 南美洲 对不对 Amazon那边 也是发生火灾 一场很久 维持很久的火灾 也烧死了很多 很多的动物 然后呢 你看 然后几天前 美国也发生了 地震 一个6.5 的地震 蛮严重的 风暴 这个呢 大家可以 无数 唏嘘 上网的 去看看 那些信息 然后第 第五条呢 告诉我们 将会有 很多的 难民 难民 出现了 当然 我们知道 现在大家都 生存在 水 生活 日中 经济不好 所以 难民出现 我们也看到了 可以 然后 甚至呢 你会看到 就是说 在第 二十四 他说 加上经济 萧条 众生 生活在 水生 火热中 所以 他也告诉了我 就是说 第一门 即将 打开 所以 这个信息呢 就不断的 告诉我 将会发生 很严重 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说 将会有 很多很多的人 死亡 叫我 尽可能的 尽快的 把这个信息 发出去 其实 当时 我就是把 这个信息 发出去 写在 这个 我的home page 里面 然后 然后 但是呢 很可惜的 就是 看到的人 不多 然后 把这个信息 传出去的人 也不多 但是 我们都知道 若根基佛 佛教所说 这个就是 我们大家的 工业 所以大家都 必须要经历的 所以 没有办法 就是 还是经历了 百多万的人 确诊 几十万的人 死亡 全世界 到目前为止 所以 当然 我发一发 这个 YouTube的 主要原因 是 让大家 知道 这个世界 将会 遇到 这个是我 预测的 世界 将会发生 什么事情 欢迎大家 继续收看 我会不断的 一一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